好我們先來看到 未來半導體產業的重點 當然還是AI 所以紐約時報直言 台積電將來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 而且因為台積電 還可能帶動台灣的供應鏈 再登巔峰嗎 比方說像這個聯發哥 現在已經被預估 今年可以賺五個股本 這麼厲害喔 敏寬 紐約時報最近發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讓全世界人都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台灣的台積電一旦停擺 他沒有說戰爭或什麼的 唯一就是戰爭能停擺而已嘛 台積電一旦停擺 他的整個影響是新冠疫情的10倍以上 哇 但現在呢 我們說台積電呢 現在造就了一個AI的一個狂潮 我們先來說全新的趙元朗 揮答董事長黃仁勳 黃仁勳最近好忙 到中國大陸去還唱那個台跳舞 然後來到台灣唱歌 唱這條歌大家都聽得過 叫做《向前驚》 然後向前驚完之後呢 黃仁勳突然間 化身一轉 他還報名牌耶 還報名牌 他報名牌呢 報的呢都是好公司 為什麼呢 他報了九家的工作合作夥伴 包括了日月光 包括了聯發科 包括了廣達 包括了偽創等等的 而且呢他 從去年到現在呢 一年來四次哦 他今天才說 現在一月哦 他說他年終還要來 年終還要來 那年終為什麼來呢 大家都在猜哦 他年終來會帶一道大菜 這道大菜 據傳就是 揮達NVIDIA 他三奈米的伺服器晶片 因為他三奈米的伺服器晶片呢 是指紋樓梯槍 現在全世界都在看 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 最強的一顆運算的一個核心哦 所以各位 再過幾個月 年終的電腦展 他就會過來了 但最近呢 日媒呢也非常認真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各位都曉得 日本他們的撥款補助 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後現在日媒就說 台積電的熊本二廠呢 可能就會該開在熊本一廠的旁邊 那目前這樣一開呢 又齊我跟你說 整塊都滿了 真的都滿了 因為那邊本來就是一個小鄉村 是一個不大的一個鄉鎮 而且路也都偏小條 那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是7奈米 就在縣紙的一個旁邊 但就在今天台積電傳出一個好消息了 什麼好消息 台積電那時候 整個美國說來來來 來設廠的時候 他有端出一個大紅包 這個大紅包據傳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補助 可能高達10億美金以上 那目前呢 美國這筆錢呢 都一直亮著 那一直亮著呢 之前Intel有去抗議 美光有去抗議 台積電有沒有抗議 我們不知道 台積電做事比較低調 但最近美國國會跟拜登總統說了 他們說呢 他們會在這個月開始做討論 所以市場在猜 今年的五月份 包括了Intel 包括了台積電 包括了美光 那張最少35億美金的支票要開出來 那開出來之後 這個對台積電 可是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台積電的帳上現金會更多 然後再來 今年的台積電 有可能再恢復 像2022年挑戰獲利一個兆 因為他目前已經說了嘛 他的美元部位可以營收 百分之成長21%到25%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台積電是下下轎的 但台積電下下轎的各行各業 想不到都被他給帶起來 最新的一個案例是什麼呢 這個大家都說了 建商期待 住戶呢 住戶已經買好了嘛 又起 我都已經在住了 能夠漲上來 當然是更好啊 那很多的買家呢 是很怕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新激情 什麼叫新激情呢 新的台積電行情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那講實在話 不管是破柱還是太保 那個嘉義過去那個地方 嚴格來說是小地方 但這次呢 因為他有一個全新的一個 所謂的工業區 那這個全新的一個工業區呢 據傳台積電 一奈米就可能落腳在嘉義 如果真的來這裡那不得了啊 對 所以現在嘉義的太保呢 現在大家一看 蛤 這真的是太保嗎 據傳啊 新陳烏一瓶 喊上三字頭了 已經開始先衝了 這個跟過去台南的案例一模一樣 我跟各位談一個前幾年 我們朋友遇到的一個案子 前幾年我們很多朋友 都在台北金融業上班 然後呢他們就說 我們吃老 我們就回港台南去買套體處 然後有人很聰明先買 有人呢比較不聰明 他就比較晚買 然後呢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他那時候就想說 口袋裡面存兩千多萬 他就在整個台南工業區旁邊 買了四間透天鎖 尤其我跟你說他翻幾倍 翻四倍 翻了四倍 他說我一輩子賺的錢 都沒有這四間房子賺的多 那四間房子聚傳後面 他賣掉還氣 他說我那時候賣掉的時候 才一千多萬 後面四間加起來快一億 這個就是過去幾年 那個三奈米 在台南的一個行情 那目前呢太保 他們說透天 現在要破千萬了 其實過去 其實雲加南 有時候幾百萬真的有 那現在都要破千了 那到底會不會未眼先轟動呢 我們就來看整個嘉義的科學園區 但現在呢 美國也開始在磨刀霍霍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都曉得黃仁勳當了趙元郎了嘛 那目前呢 揮達NVIDIA的市值呢 非常非常的高 市值的一波的話 高達整個一兆四千億美金嘛 那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說第一個AI大戰 那AI大戰完之後 整個揮達從過去的幾十塊 漲到現在的整個幾百塊 漲這麼多了對不對 大家都在猜下一波的主角會是誰 那這波其實主角已經真的出來了 為什麼呢最近蘋果的市值其實一度搖搖欲墜 為什麼呢 因為微軟追上來了 那微軟呢 這次能夠追上來 最重要是誰呢 OpenAI的金主是他嘛 但現在呢有兩家公司 第一個這個叫做Western Digital 我們台灣翻譯成西方資訊 這個叫Western Digital Western Digital最近要分拆 那為什麼要分拆呢 他們現在呢跟過去一樣 我的整個品牌歸品牌 製造歸製造 我要直接把它給大家開 但現在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了 你單單有AI的主機不夠 你必須要有一個東西叫HBM 叫高頻的記憶體 那這個高頻的記憶體多重要呢 最近OpenAI的執行官叫奧特曼 一趟戶坐專機殺到南韓去 那殺到南韓去之後 大家就想說 哇記憶體是不是要回春了對不對 想不到這時候 尤其我跟你說 這時候海力士居然發出公告 大家嚇一跳 轉虧為贏啦 轉虧為贏了嗎 他過去兩年都被中國拖住 對 所以他的財報是非常非常差的 最近說已經轉虧為贏了 所以這一波簡單的說 這一波的AI戰呢 現在記憶體廠也參戰 那記憶體廠參戰呢 我們就把台灣相關的 韓國相關的 美國相關的全部拉出來 尤其我跟你說真的回春了 真的回春了嗎 真的回春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喔 國內我們台塑集團 台塑集團是非常棒的一家公司 目前在台灣的請人數是最多的 人數高達接近7萬人 台塑四保也非常非常強 但ECFA真的是不太好 中國也沒那麼強 所以最近的有點走下坡 但台塑集團下面有一家做記憶體的公司 叫南亞科 南亞科目前來看的話 從去年到今年到明年 他的業績 他的獲利 通通都是向上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包括了群年 包括了威剛 包括了南亞科 華邦店 安國等等的 記憶體這一波是真的回春了 那為什麼回春呢 因為AI所需要帶動 所產生的記憶體 是非常非常多的 這第一件事情喔 想不到這時候 王者之王出現 王者之王是誰 剛才又齊說的聯發科 發生什麼事呢 蘋果速度一向比較保守 蘋果急啊 蘋果 據我所知道是 蘋果他們美國那方 折疊手機 他們也要做 AI手機也在趕工當中 但一般來說都是 Android系統 安卓系統走得比較快 那現在呢 三星已經把他們的家裡面的 整個所謂的手機推出來了 那推出來 各位都曉得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台積電的效能跟三星的效能 台積電的效能 大概比三星要強10% 所以很多人一看就是 一樣做安卓手機 誰的運算會比較好呢 可能聯發科 可能我說 我記得這句話一定要說 可能聯發科的運算會運算的比較好 但現在呢 包括中國製的 OPPO VIVO 小米 通通都跟聯發科叫料 跟聯發科叫料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 一戰解決 他通通幫你解決完了 全部 TOTAL解決方案全部都有 所以現在呢 今天在整個報紙的部分就說 聯發科今年有可能會爆賺五個股本 難怪之前股價六七百快速往上衝 衝完之後 他發了股息完之後 所有的法人 還是持續的在買進當中 所以就今天來說 為什麼黃仁勳會說 九家合作夥伴都非常非常好 原來2024 2025這個AI的風暴 現在所有的受益的通通都在台灣 再次回到台灣